鬼衣真的走了,现在只剩下我和小琪,小妹,还有打酱油的康秋,我们也走吧。 小琪把小妹背在了后背,对着我说道,等等,马上就要开始新的篇章了。 现场的观众老爷们还没关注的赶紧点个关注,还没打开右下角小铃铛的赶紧打开小铃铛,点赞三连666走起,完事,走吧,小琪。 康秋,你要跟我们走吗?我答应过你爷爷,他让我送你到大山的外面,你是怎么认识我爷爷的?他救过我,要不是他,当年我就被那个赤箫子给带走了,所以我要报恩。 哎,你真的决定要去阴阳山吗?是的,我答应过小妹的爷爷,我一定会照顾好他,现在他成了这个样子,所以我必须要去,那,好吧。 啊,祖山,阴阳山路途遥远,而且很不太平,既然要赶路,不如你看看你爷爷留下来的东西吧。 好的,爷爷的这东西已经留下了很久,可我从来没认真看过的机会。 小琪曾经说过,这上面的阴阳之术,爷爷也只学会了些许皮毛,如果我能学会,那肯定能把爷爷就回来。 当我认真看过之后,发现小琪说的肯定是真的,这东西应该只是半部残卷,分为官风断水的绝世片,记载的是天地之间的种种凶极之局,一目一花的摆放都能破命改运。 还有与鬼怪打交道的段音篇,各种妖、怪、鬼、精、尸、拔等等,无不有着细致详尽的描述,赶路的整个周期。 我完全沉浸在了里面,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没放下来过,当我彻底记得烂熟于心后,就把这卷东西直接烧毁了,而我们也到了阴阳山的入口,走吧。 什么声音? 这是鬼猴,不好,这鬼猴都是成群结队的妖物,我们赶紧走,话还没说好,周遭就传来一大堆急促且凄厉的叫声,走,那里有个山洞,我们赶紧躲起来。 我们刚进去,就看到山坡上出现了龙肃大部阴冷气息的影子,正迅速向着我们聚集而来,藏丘赶紧扛了一块巨石堵在了洞口。 那些鬼猴子在外面抓耳挠腮的干着急,可就是进不来,就在这个时候,一道巨大的咆哮声从他们的身后传来,一只两米多高的鬼幽子出现了。 所有的猴子都陷入了安静,随后向前用双臂抱住了巨石,一阵地动山摇的轰鸣声传来,那巨石动了。 康秋见状马上冲了上去,在另一头也抱住了巨石,反复尝试了多次之后,鬼幽子都无法从康秋手中搬走那块石头。 不由的怒气大声,口中不时发出抱怨的嘶吼声,我们不由松了一口气,四处打量了下,却发现里面没有任何的出口,外面一大堆鬼猴子。 这可咋出去?我不由地感到头疼,嗯,什么味道?我赶忙看向洞口。 没想到,那些鬼猴子拿着一大堆干柴茅草,点了火正在烟熏,这妖物竟然有这么高的智慧。 怎么办?浓烟很快布满了山洞,视线开始模糊的同时,喉咙也被呛得难受,再这样下去,用不了多久,我们就会被活活熏死。 就在这个时候,康秋发出一声巨大的咆哮,眼里蹦出两道凶光,哭了一声,朝着那巨石就撞了过去,洞口打开的同时,我们赶紧冲了出去。 四周布满了鬼猴子,康秋挡在了面前,把我们死死地护在了身后,但是那些鬼猴子可不管那么多,看到我们出来,呲牙咧嘴地马上就要冲过来,就在这个时候,突然传来了一阵铃铛声,伴随着铃铛声的起落,我看到山谷的入口处走来了一个人,头戴草帽身穿道袍,手里正摇着铃铛,而他身后跟着一对人,正一蹦一跳地跟着向着山谷走来。